Action Hi 你好 我是周家樂 九十後的周家樂 憑著在外回家之開心速大飾演金城安一角 獲得TVB2019年最佳南配角獎 是歷年最年輕的得獎者 私底下他亦有自己一套代人處事的方式 我會建議自己保持一個正面的態度 開心的一日不開心的一日 很老套的說法但真的很有用 善待身邊的人都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因為不是去博取什麼 但當你願意走出第一步去善待身邊的人 其實那個回報是很快可以見到的 當然有些可能總是會善能量多些 喜歡黑口黑面一點 喜歡態度嚴尖一點 說話沒那麼好聽的 但是如果你願意 你會擺心機放大他們的說話 而影響自己的工作表現的時候 那虧底的都是你自己 所以我建議的就是 將好的東西放大 不好的東西我們盡量無視它 周家樂的收入上升 但他自問亦不算揮霍 更加會將六成收入交給媽媽去保管 其實自己花錢方面 除了因為認識的人多了 所以可能自己出去社交的時間會多了 又會花錢社交錢多了 但是除了這樣之外 一直的那個花錢習慣都不是一個 互亂揮霍的模式 因為收入一定增加了 但是多了出來的錢怎麼處理 其實都是存起他為主 所以剩下的錢給媽媽的時候 我想都給一大塊